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 有网友便回复道 不一定了 万一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2017年 我们的少年时代收官后 当时官微也很快晒出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的概念海报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网友会书学之前可能在拍摄《我们的少年时代》这部剧了 话说 关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的进展 之前张婉儿在留言区与网友互动时 他已经透露 其实已经拍完了 八月才播 由此看来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这部剧 应该是在2017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着手拍摄了 不过 让人感到尴尬的是这部剧在拍摄期间 剧中男女主学之前和李小璐也先后被爆出不好的消息 不知道这部剧还不 会按照原定计划在八月播出 此外 网络上也有不少传言称 学之前 李小璐确定不回来了 其他的待定 管晓彤可能会加入 对于这种传言 有网友也留言反驳表示 我想说 学之前是肯定要上的 我重问了第一经很多都说 如果没有学之前就会弃剧 李小璐虽然被爆出了不好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还是奔着演技去的 由此看来 网友们还是很期待学之前和李小璐回归的 你如何看待网友的这些争计 你期待我们的少年时代一就是原班人马